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在网上看过这么一句话 所谓老年爱情,接个吻都惊动了假牙 在世俗的很多人看来 老年人再谈感情是不合适的 一把年纪还清清暗暗的 在一些落后的地区甚至还会被认为不检点 可随着老龄化人口的越来越多 一些离异或丧偶老人在退休后先来无事 不愿与孩子同住 一个人生活又未免太孤独 于是就有了再找个老伴的念头 再找老伴看起来很容易 但其实也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周国篇在《灵魂只能独行》中写道 喜欢谈论痛苦的方往是不识丑滋味的少年 而宝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 却唱起了欢乐颂 人到晚年走过了半身风景 看淡事态炎凉 很难在有年轻时候 想触碰却又缩回首的那种柔情 在儿女与金钱的簇拥下 找老伴更多的是站在利益角度的考量 男人70岁 还有一个老伴陪伴他 应该是很幸运很幸福的 那么70岁以后的男人还需要找女人吗 三个70岁以上男人看法完全一致 我们来看看 70岁王先生说 我觉得需要女人 我和老伴感情很好 过去我是单位的小领导 回家以后我就放下一切 帮助做家务煮饭等等 因为妻子工作比我还忙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我煮的菜也比妻子煮得好 所以她也喜欢我做这些事 她有空的时候也会帮我 有的时候收拾家务洗衣服 我们分工合作 谁也不偷懒 一边做家务一边说话 度过我们几十年愉快的时光 白天在一起 晚上同床共眠 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谁也想不到 在她65岁的时候 我的妻子得了乳腺癌 她去世了 从此 家里再也没有欢声笑语 我陷入孤独绝望中 身体一天就比一天差了 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更要命的是 我的身体也不好了 我也想找儿子照顾我 可是 她在千里之外 也无能为力 我觉得特别想找一个老伴 太难了 后来 我找了一个保姆 照顾我 她50多岁 感觉她想追求我 后来 我把她辞退了 我感到她目的不纯 既然如此 我还是想找一个老伴 就是太难了 72岁 赵先生说 找一个老伴 绝对必要 我觉得男人一生 都离不开女人 小的时候妈妈照顾 结婚成家 妻子照顾 因为男人要工作 要赚钱 家里的顶梁柱 女人只需要找个好男人 做好家务 照顾好男人 她就可以安心工作 赚钱了 我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我一生结过两次婚 前一个妻子和我生活了20年 一心相夫教子 孝敬公公婆婆 是一个好女人 可惜好人不偿命 在50多岁那年 因为意外离开了我 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 如今我们生活也有四五年了 我对这个老伴也比较满意 虽然没有前老伴照顾的这么细心 但是他比较勤快 喜欢干净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 有空就陪着我 我也学会了做家务 煮饭这些事 我们相互陪伴 拜托了寂寞和孤独 说老实话 没有女人陪伴 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75岁陈先生说 男人离不开女人 我的老伴是二年前去世的 我们陪伴了40年 他的身体一向很好 谁知道却比我先离开 我和他吵吵闹闹了一辈子 可是谁也离不开谁 感情也是很好的 每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说要离婚 过后又忘了 我们吵架得快 和好的也快 就这么吵吵闹闹了一辈子 早就习惯了 有一天 突然没人和我吵架了 也没人和我说话了 我感到特别不习惯 一个人真的太孤单了 我有一个儿子 每年我都过去他那边住一段时间 但是 总归是别人家 不是自己家 住不长久的 我还是觉得自己家里自在 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 虽然我75岁 我的身体也很好 我还是想找一个老伴 我的条件很低的 就是身体好 不要求他有收入 年龄比我小就没问题 可是 很难有合适的 后来 我一个人实在太难过了 就找了一个保姆照顾我 一个月给他7000块 就是收拾家务 住一日三餐 买菜 陪伴我说话 我再也不孤独了 有人陪伴 虽然是保姆 也是不错的 我是觉得没有老伴好 可是 找老伴太难了 我这个年龄也许有些大 没有女人愿意和我结婚 有保姆照顾也是不错的 也没这么孤单了 毕竟和老伴不一样 如果可以 我还是想找老伴 毕竟 男人离不开女人 男人过了60岁 需要女人有错吗 根据两性的吸引力法则 男人其实不论在哪个年纪 都需要女人 男人过了70岁 需要女人没有错 错的是每次都不顾一切 在一起 年轻人也好 老年人也罢 谈恋爱有个大前提就是 一定要在相互了解的前提下 再在一起 人到晚年 很多人对于择偶 都会有更多利益的考量 老年人的感情更有被利用 和被占便宜的嫌疑 人到了这个年纪 求的不过是陪伴 不过是两个人 好好的在一起 无论是女人找男人 还是男人找女人 奢求的都应该是两个人在一起 而不是附带上对方的家人 否则 无论是多么深厚而伟大的家庭 都会被破坏 都会以取终人散而终结 作为子女 倘若真的支持家里的老人 有自己的晚年生活和老伴 那么我觉得 大可以给足他们自己空间 不要去打扰 不要去干涉 不要去依附 那么老人大概率 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作为老年人 找对象就该笑年轻时候的那种 把对方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想要找个人来服务自己的一大家子 或者是养自己 一切的爱都是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70岁以后也不例外 愿你我都能心里有爱 并且不管多大年纪 始终能遇到爱 70岁以上的老人 大部分还是想找老伴的 毕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人均寿命也提高了 有些老人70岁了 身体还好 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 一个人过日子 实在太孤单了 想找一个作伴 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老人不要太悲观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70岁的老人 身体依然很好 想找一个老伴 也是非常正常的 希望老人心想事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我们下期讨论